我要講的是豹食跟豔食有沒有 其實很多人就是是同時來的 尤其是那種減肥 你減了差不多20幾公斤 然後在維持體重的時候 那我覺得其實最難的是 你要怎麼樣子維持 會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人是 我剛開始我在減肥的時候 我是改變我自己 對 那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 是我要認識我自己 到第三個階段是 我要愛我自己多一點 那就是變成說那個 關鍵就是在於就是說 你是不是很享受生活 對 那如果說你是很快樂的 然後是很享受生活 而且就是你全家 你吃的東西 然後跟全家人的步調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才是那個永久之道 他剛剛講的 要跟大家的步調一樣 你不能要特別做一份 對 那個都不會長久 不會長久 對 不太麻煩 一方面太麻煩 一方面就是說 因為也許你在吃 其實你家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老公 也會就是那種 不用這樣啦 何必就是過得那麼辛苦 那你就可能就會放棄 那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飲食習慣很重要 你要細食慢炎 然後呢 人家說慢慢吃才會樂活 才會活得更久一點 另外呢就是說 你的烹調方式也很重要 顯得那個食材也很重要 所以剛好我們節目之前 在不曉得做哪一集的時候 我們講到反式脂肪 那因為反式脂肪 它是因為植物油清化的過程裡面 就改變它的那個屬性 那實際上後來經過專家的證明 它跟塑膠是一樣的分子結構 所以反式脂肪 你放在 有人做過 外國人有人做過實驗 放在窗台上面 放半年 只是沾灰塵而已 蟑螂也沒有來吃 螞蟻也沒有來吃 牠都很聰明 蟑螂活幾千年 牠很懂 對不對 我們跟著蟑螂吃 就不會死了 蟑螂都知道那個不能吃 對不對 可是我們家的蟑螂 刺三文 三文 你看 你看牠要吃南橋的嗎 牠要吃水晶肥皂 牠要吃那個有沒有 反式脂肪的對 對啊 所以 真的蟑螂連碰都不碰 所以反式脂肪 後來在這個紐約先開始 全世界紐約這個城市先開始 整個城市規定 餐廳 不准用 反式脂肪的油脂 對不對 那你幹嘛吃塑膠進去呢 你不如吃豬油 吃豬皮 對 只是胖一點 對不對 其實你加一些 比如說我們有吃一些豬皮 它的膠質比較多 對啊 但是你如果吃一些青菜 維他命C的東西 纖維質多一點 還是可以把它代謝掉 然後還有 你外食你一定會碰到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 書配名單是哪一些 其實你只要吃起來是有酥有脆 為什麼當時會用反式脂肪 因為當他使用油炸的食物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用一般的植物油的話 因為它裡面沒有飽 就是飽和度比較低 所以不會有酥脆的感覺 後來他發覺清化之後 食物會產生一些酥脆的感覺 所以你只要吃東西 感覺那個東西又酥又脆 就有反式脂肪 譬如說像餅乾 像蛋糕 蛋糕其實就像酥皮之類會比較多 其他像甜甜圈 為什麼說薯條 因為薯條在炸的過程當中 如果薯條是要那種要求很酥脆的話 可能用反式脂肪會比較好 所以像這個什麼炸雞 基本上沒有問題 是炸的過程 炸的問題 這也是炸的問題 對不對 再來油脂類的 像人造奶油 這個真的就不要再碰了 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可是那很多 我們在路邊 很多糕餅裡面都有放 對 尤其是在路邊那個什麼 那個雞蛋糕 你看看就是放一瓶在那邊 然後就是每一個洞都是弄一點 去烤那個雞蛋糕 其實你怎麼去分辨 如果說你今天吃的麵包 你那個奶香 這種很天然很芬芳的奶香的話 那就不用擔心是天然奶油 但是這個奶 就是這個糕餅 你吃起來是有一點點很奇怪的 一個味道 那個香精的味道的話 很可能就裡面放反式脂肪 我們用這種去分辨的話 就比較不會買到有反式脂肪做的一些糕餅 尤其像鳳梨酥啦 像那個蛋黃酥 那種酥類的話 反式脂肪其實含量特別多 還有烤的什麼酥油白油奶精 還有沙拉醬 糕餅類像麵包蛋糕 派蛋黃酥燒餅糕餅會酥脆的 對不對 然後加工類的像餅乾洋芋片素食麵 爆米花巧克力糖 這些都是對不對 偏偏都是我們的小孩 最愛吃的 最愛吃的對不對 所以各位 這都是反式脂肪酸含量很高的食物 那當然偶爾吃到你也沒有辦法 可是你盡量避免 那要吃吃好一點的 真的 要吃你 那個胃 我每次都會算說 謝謝老師 像我們這個歲數 我們再吃也不過就是一萬多餐了 對啊 也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 我們是一萬多餐可以吃的 每一餐都要很緊張 斤斤計較 對 吃好一點的 吃乾淨一點的東西 對不對 你有沒有拼到兩萬餐 一萬多餐是高估 我連早餐宵夜都算下去 好不好 其實一定要遵守美人這個原則 因為我常常也會告訴大家 我說好的東西吃一點點 你能夠吸收 壞的東西你吃一大堆 你是要利用你身體的一些能量 去代謝它 反而對你的身體是一種傷害 吃得好 吃得少 是 要吃得好 秋香老師 有夠多告訴你怎麼吃 其實都是一些輕食對不對 對 比較輕食方面的 對 因為 其實我今天做的那個 就是說 即使我很愛吃那種 比較重口味 或者是比較 那種口 想要享受那種口腹之意的 也可以把它降到最低的一個熱量 是 像黃小姐自己做的應該都是輕食了 對不對 對 尤其就是調味料很重要 可是我調味料都是自己做 什麼調味料 比如說像我會買一些比較好的糖 刮糖或者是那個木糖醇 然後會去調 所以我家小孩子就是吃到的那些零食 有沒有 都是我自己做的 對 然後他們就是 我會跟我孩子 妳都不愛食了 很少愛食 對 我們小孩子也養著那個習慣 對 然後就是 我也沒有限制她說妳不准買 但是我就是 媽媽做的比那個外面好吃 那妳要選哪一個 對 然後她就會說 那我要吃媽媽做的 妳的小孩真乖 我的小孩是不想讓她吃素食 結果有一天因為 因為時間來不及 他們只好去買了素食 而且我就坐外面等 他們買來 我兒子買了一大盤 就是各是各樣的 然後她就跟我說 媽媽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妳看我們今天都吃垃圾食物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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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妹妹兩個人 好好吃 她會先跟妳講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今天都買垃圾食物 然後吃成這樣子 很開心 所以小孩子真的有時候是沒有辦法 可是給她一些正確觀念 也是對的 那是從媽媽做起 所以我們今天請秋香老師來示範 怎麼做輕食 她每次吃到秋香老師的東西 我就說這樣吃怎麼會散 這麼好吃 可是她是吃宵夜的人 還可以長成這樣 我每天都大概9點半10點 有些時候會在11點的時候 因為要看客人什麼時候走 有些人家很難到 10點也還不知道 搖到要死 所以回去的時候 你夜餓你就吃了 妳做行李又 沒有啊 我就跟她講 我們到9點 我挺過等妳到9點半 可是她一定10點要走 所以我回家我就會 因為妳肚子很餓 妳就會多吃一點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妳下手的對象就要挑 一定要先吃 妳如果吃泡麵就不行了 對不對 對 然後吃肉也不行 就是要吃海鮮吃青菜 青菜吃很多 對 好啦 吃點青菜 還要一點洋蔥 一點木蘇芽 一點番茄 這樣夠吧 可以啦 然後加一點鮭魚 減肥還可以吃鮭魚 可以啊 因為你鮭魚你就直接煎 不需要用油去那個 這是直接煎的 對 但是我們像我們人體呢 也是必須要有一些澱粉質的東西 像米類的東西呢 其實很多人以為說 我吃澱粉會更胖 其實有些時候 妳在燃燒的時候 還是要一些澱粉 可是我